你知道在 2000 年代的时候 这辆车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没有新车 Cerricon 车 而且要卖 20 万到 30 万令吉 重点是它还卖出了上千个单位嘛 可是在今天通货膨胀 什么东西都起价的情况下 你还是可以用 20 多万令吉买到这个 Harrier 而且重点它是全新 UNW 引进的 日本进口的新车 所以你讲这辆车划不划算呢? 这个全新的 Harrier 真的非常的优雅帅气 你可以看到它们其实还是沿用了这个老鹰的设计风格 头灯组很锐利 然后这边是这个亮面的材质 只是很可惜这个老鹰的 Logo 变成了 Toyota 的 Logo 不过整体的外观设计我觉得蛮 Illegal 蛮优雅的 你怎样看 这个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去看一下它的 Side Profile 你会有惊喜 大家看这个车尾 是不是感觉似曾相似 它是不是很像 Aston Martin 的 DBS SUV 的设计 很运动化 很优雅 而且这边还做了一个类似唯一出来的设计 这个平到什么程度 平到你上云顶吹风买了一杯 Starbuck 你的 Starbuck 还可以放在这边 一面看风景 一面喝水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是你可以用买欧系车的价钱 获得了这一个 跑车 SUV 的外观设计 可是你也可以享有 Toyota 的绝佳 Service 这辆车刚刚发布的时候 很多人讲 为什么没有了 2.0 Turbo 是不是 Card Cost 其实不是 Card Cost 这辆车不管你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都好 它都没有 Turbo 它只有 2.0 的 NA 跟 2.5 的 Hybrid 让你选择 马来西亚引进的是这个 2.0 的 NA 最大马力表现是 171 HP 峰值扭力表现 203 Nm 匹配的是 Direction CVT 变速箱 而这个 Engine 就是大名鼎鼎的 Dynamic Fox Engine 所以动力表现应该是不差的 可是你问我这个 Engine 跟 2.0 的 Turbo 比谁比较有力 肯定是 Turbo 比较有力 如果我告诉你这个 Engine 很有力 我肯定是在骗你的 但是够不够用 我等一下才告诉你 每个人对于豪华跟科技感的标准都不一样 那么对你来讲是不是要大大个的出屏主机 大大个的 Digital Meter 才算是科技感跟豪华呢 对我来讲 Harrier 给到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手摸得到的地方 例如这边 例如门板 例如椅子 都是很好摸的皮革 尤其是这里的皮革真的是软到一个程度 摸上去的感觉真的让你觉得它是一辆很贵的车 当然这里也是有皮革 加上这边钢琴黑的材质 雾银翅板的点缀 我真的觉得这个内装质感很豪华 还有一点是这个萤幕 这个萤幕其实来的时候蛮多人吐槽的 讲它是电视机 然后讲这个是本地的代理卡 course 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并不是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这个是在日本的 Toyota 官网 跟马来西亚版本一样的 Harrier 呢 你点进去看之后 你会发现 它的萤幕 其实跟马来西亚版的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本地代理卡 course 是从日本进口 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 在配备方面 这两车的同级OC对手有的东西 它也有 甚至有些是它有的同级的OC对手都没有 例如说什么呢 我们先讲有的东西 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主机 抬头显示器 接下来还有非常先进非常完整的安全配备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它的倒车盲点侦测 有brake 的 如果侦测到行人 提醒你了 你的车还在继续往后退 它会brake 还有一点就是 Stop & Go 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这一个相信就已经赢过很多对手了吧 接下来我们就讲它有同级对手没有的东西 第一个它有同级对手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一个 所谓的流媒体的后视镜 你只需要这样调整一下 它就会直接变成一个显示镜头 可以让你看到后面的情况 因为有时候像这样类型的车子 你的后大镜在有乘客的时候可能会阻挡你的视线什么 有了这个的话 你到车你要看这个照后镜也没有问题 而且它可以充当 Reverse Cam 第二点就是这个全景天窗 它的全景天窗不只是全景天窗那么简单 这边有一个Button 你只需要按下去的话 它就会边暗 如果说你很喜欢享受这个自然光但是平常太热的话 这个天窗会让你热死 你只需要按下这个 它就可以遮挡一定程度的热度还有光线 其实非常的血液 这个功能我很喜欢 你讲这两个功能是不是同级对手没有 而且它有的东西 第三个它有同级对手没有东西 就是这个冷热的座椅调整 冷风椅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真的是很有用 大多天的时候只要一开这个冷风椅 你这个椅子就会马上有冷气透出来坐下去很舒服 第四点它有同级对手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个 电动调整的方向盘 大家可以讲一讲 在这个25万令吉左右的豪华XUE里面 有谁有这个功能 我印象中是没有 如果我有讲漏的话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提醒我 后座方面我讲老实话它的空间不算是很宽裕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前面是我标准坐姿啦 我的身高大概是180亿 然后这个空间表现我觉得是中规中矩没有到很出色 但是虽然讲没有很出色 可是它跟同价位的OC对手相比啊 它真的是算不错了 尤其是跟这个XC40B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它明显优势的地方 加上它有这个全景天窗 然后这边有三角镜 所以整体的这个压迫感不会太重 重点是这个椅背还有角度调整的功能 所以其实你可以做到是比较舒服一点的 这个价位的豪华或者是精品SUV呢 我觉得它的空间表现真的蛮适合当家庭车 坐两个人应该会蛮舒适 而且还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可以让你享受冷气 Good 现在这一个Toyota Harrier 我是在这一个高速公路行驶啦 就是这个LDP 我必须老实讲这一辆车 如果你真的去跟这个参坡同价位的OC对手啊 好像是XC40啊或者是GLA等等 你相比的话它的动力表现可能真的会稍微逊色那么一点点啊 但是这台车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买这台车的话 我不大会去在意 它可以飞多快 我要的是一个更为流畅的驾驶感受 跟一个更舒适的乘坐感受 乘坐方面我觉得我不用去说太多了 因为自从Toyota更换的TNGA平台了之后 它们的这个椅子的设定啊 悬吊的设定底盘的设定都很OC 其实你驾这台车你真的可以体验到这种OC车的厚重感 尤其是这个悬吊过滤碎震非常非常的好 很爽 然后就是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支撑性包袱性都很好 所以做长途的话 我觉得这个座椅设定并不会讲会让你不舒适什么 反而会让你觉得你好像坐在sofa一样 很爽 然后 这一个引擎跟CVT啊 是我个人觉得我比较surprise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驾这辆车之前我跟大家的看法其实是一样的 我会觉得这个2.0的引擎给这辆车会不会没有力 因为上一代的2.0NA都很多人complain没有力 实际上这个Dynamic Fox Engine它真的是有它的价值在啦 首先这辆车的起步表现还不错 这个真的是还不错 你自己去试老车你就会知道 它 真的不会让你感受到它是一个2.0的NA Engine 可能是因为这个Direct Shift CVT的关系 所以它的起步是快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再加速 它的声音可能会超一点 因为这个是毕竟是这个CVT的特性 所以 声音可能大声一点 但是加速是快的 我们过了这个Tor 之后试加速 你可以看到这个车辆的加速表现其实是OK的 尤其是在好像讲现在 我是在中间的这条Land 我要换去这个FastLand 超车能不能够超的啊 其实 非常的轻松 这个是在时速80-90这样 因为一般上我们在这种LDP啊 或者是在K2的高速公路行驶 基本上都是在这样子的速度 所以 它的精华区域其实是在这个60-110之间 我觉得这个 这个区域的动力真的是很够用 而且我也有尝试昨天跟我的 同事就是我们整辆车4个人一起出门 然后也是在LDP行驶 我也觉得这个车辆的动力让我很surprise的就是 它真的可以负担 它跟上一代的2.0NA相比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 另外一点就是Toyota调价的CVT真的是 让你非常的放心 很顺畅没有什么顿挫感 加上这个起步有齿轮的关系 这辆车的这个加速啊 整整整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流畅 对没有错 它给不到OC 同级车的加速感受 但是它的顺畅性它的流畅性 同样的也是OC对手给不到的 这个我觉得是HERIER 有区别于它对手最大不同的地方 也是我个人觉得 值得称赞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HERIER的简短驾驶感受 引擎 要讲它很有力 不会 要讲它没有力也不会 就是中规中矩 绝对足够使用的境界 悬吊很出色 尤其是烂路 你坐下去 它吸收碎针完全是没有问题 这个座椅设定很像so far 以上这三点就是我对这辆车的总结 这款车在2021年4月发布之后啊 就很多人在我们的网站 在我们的Facebook 在我们的YouTube 或者是见到我们的时候问我们 这个HERIER没有2.0公升的 涡轮这样的引擎 买不买得过 我给你一个销售数据 你就知道它买不买得过了 去年发布的时候 原厂给它的年销售目标是300辆 然后到去年年末 它们已经接单600多辆 这个销售成绩基本上真的是可以跟 像是这个 XC40 啊或者是 GLA 等等的车款相比了 所以你觉得它值不值得 觉得它值得的人其实是非常的多的 因为 我觉得会买HERIER的人啊 他们在意的就是几点 配备 豪华质感 还有它的这个舒适度 动力反而不是重点 其实我也询问过几个 像是 比较事业有成的UNCLE啦 就好像洗车佬这样子啦 他们给我的feedback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会买HERIER的人 有多少个会在意它的动力表现 其实 它主要的就是舒适 看起来Premium 就足够了 这个我也是赞同的 而它的这个2.0公升的自然进去引擎表现好不好 我可以说 它日常使用的话是more than enough 就像我这几天我有在我的朋友 我有在我的同事一起出门 就算是三个人也好四个人也好 这辆车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表现啊 我要超车 我要加速 基本上都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当然我的这个驾驶速度是在110左右啦 千万不要超速 如果你超速的话我相信 很多车对你来讲动力都是不够的 你用时速110超车跟时速170超车 感觉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以正常的时速来讲 这辆车开起来我觉得它动力表现 真的是非常的足够了 而且 你在这一家大小你也没有可能去飞车的嘛 对不对 至于这一次HERIOR给到我的配备啊 我个人也是觉得蛮有诚意的 像是非常非常先进的这个主动安全配备啊 等等等等 就像我开头讲的 以前的RECON车也是要卖你20万 30万令吉 现在25万令吉 给到你最新的科技 给到你最完整的这个安全配备 你说值不值得 还有一点就是 选择这辆车的车足 并不一定他没有过欧洲车 我本身也是有朋友呢 他们的父亲啊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开欧洲车的 到最后他们换去Toyota或者换去Lexus 我就会问他们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选择 他们给的答案很简单 对他们而言他们并不是负担不起那个维修的费用 只是他们很讨厌 时间到了一直要去修理这个修理那个 所以对他们来讲 我买一辆HERIOR 我用10年 没有问题 而且就算这段期间真的有东西坏的话 他的零件也不会太贵 也不需要等太久 这个就是Toyota Harrier 的价值所在 欧席车的价格 欧席车的配备 但是你拥有Toyota 的稳定性 还有它的维修服务 这一点 他不香啊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这个Toyota Harrier 的 简单试驾跟这一个介绍影片 大家不要只顾着看志凯 还要记得我还是在的 好啦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